最近《流浪猫鲍博2》上映了 大家就算没有看过电影 也一定听过它的故事吧 故事的男主人公 是一个吸毒 酗酒 人生无望的社会青年 我想 它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抑郁的吧 直到一只橘猫的到来 治愈了它在原生家庭里受过的伤 也彻底地改变了它的人生轨迹 有人说 养一只猫这么有用 那我也养一只 能治好我的抑郁症吗 嗯 这是一个科学家叔叔 也还没有研究透的问题 早在几年前 一些研究机构发现 宠物猫狗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改善情绪 如果能够在接受正常治疗的情况下 再养一只宠物的话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抑郁症患者来说 会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也就是说 养宠也只能是辅助治疗 并不能够代替其他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其实想想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 谁能够保证自己没有一两个崩溃的时刻呢 养宠人数的不断增加 或许恰好说明了 大家都在寻找一个情绪的出口 希望自己能够被治愈 被救赎 或许 它是虚拟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 或许 它是书中藏着的道理 或许 它是你身边那只 咕噜咕噜的小猫咪 最后 希望我们的视频 也能让你感到治愈 欢迎常来看看 长三连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不正经课谱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